台湾知名作家博洋今天凌晨在台北病逝享年89岁 凌晨1点12分 博洋在家人的陪伴下 在台北新店的一家医院病逝 过去两个月 博洋肺炎 呼吸衰竭及胃部等疾病 两次送家护病房 本月初曾好转 但仍要靠仪器协助呼吸 他在患病期间 总统当选人马英九曾前往医院探望 博洋在1920年出生于河南 曾任资历晚报副总编 主要著作包括丑陋的中国人及中国人史冈等 天星小轮表示 中环天星码头搬迁后乘客量下跌近两成 要求价价最多近四成 希望7月实施 中环天星小轮码头自从搬迁后乘客量不断下跌 以往平均每日约五万两千人 现在差不多下跌一万人 跌幅接近两成 天星小轮公司已经向政府申请家传票 升幅最多四成 还首次引入平日与假日不同收费 以上层成人收费为例 目前的票价是两块二 建议平日收费两块五 假日收费三块 至于小通方面有目前的一块三 加至平日的一块五和假日的一块八 我们在加价当时已经考虑到乘客接受能力了 所以我们只是在今次建议加幅里面 我们讲的是三毫子的加幅 他表示油价及经营成本也不断上升 要开源节流 已经向政府申请付金用地 增加非票务收入 市民对于小轮加价表现得很无奈 这个加幅是否接受呢 四成 都可以下了 最好不要再加了 再加就受不了 为什么 那你人工有限 他们加价都没什么办法 但是越便宜就越好 都是这样 所以都没什么可以做 天仙小轮公司表示 如果此次不做出船费调整 尖沙嘴至中环 及尖沙嘴至湾仔两条专营航线 预计今年亏损将达到一千万元 他们希望政府尽快审批 最快今年7月实施新票价 人民币与港币一涨一缩 另两地消费习惯悄然变化 港人开始无紧荷包 减少到深圳消费次数 而内地人则有更多的人 涌入香港过把雪拼饮 来看李克报道 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高 不到两年时间 每100港元对人民币 就已经缩水16块 这令金一理财的港人 不得不减少周末到深圳消费的次数 罗湖东门等过去专做港人生意的店铺 抱怨光顾的港人减少 令他们的生意萧条了 就连部分住在深圳的港人 也开始计划回流香港 另一方面 港币的贬值加上免税价差 以及琳琅满目的国际品牌 令内地人更加热衷于来香港 过一过雪拼饮 特别是内地年初奶粉大幅加价后 珠三角有不少人来港 城乡抢购奶粉 使本港奶粉一度断货 香港旅游界人士表示 虽然五一黄金周被缩短为三天的小长假 但预计防港游客可增长两成 另据港府公布 一月份香港零售业总销售值 比去年同期增长23% 达到257亿元 港府分析指 内地游客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增长动力 亚洲电视记者李柯报道 内地从今年开始取消五一黄金周 改为周末小长假 对此旅游事务专员欧景之认为 失去黄金周效应 对本港的旅游业有利也有利也有利 王毅亭报道 第一批参与上个月拉萨骚乱的17名被告 在西藏法院被判处入于三年至终身监禁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举行宣判大会 依法宣判在拉萨严重暴力事件中的部分罪犯 其中17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3到20年或无期徒刑 包括僧侣 医护人员 民众及媒体等 约200人出席宣判大会 山东火车相撞事故造成70人死亡 416名伤者中74人是重伤 26名死者身份已被确认 而一度中断的交集铁路 凌晨恢复通车 调查显示 事件并非恐怖袭击或者治安问题 而是超速所致 昭示的列车超速51公里 当局将依法严处失职读职者 读职者并全力安置死伤者 来看高路报道 交际铁路经过几千名工人 22个小时的抢修 于凌晨2点16分恢复通车 早上繁忙时间每隔半个小时 就有一班列车经过 几百名公安武警在现场 加紧清理列车残骸 估计起码还要用30个小时 才能完全运走 救援人员又在残骸中 找到一具尸体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 到意外现场试查 并到医院探望伤者 有70名乘客不幸遇难 我们对遇难的旅客 表示沉痛的哀悼 对受伤的旅客 昨天我到医院去看望了他们 代表党中央 代表国务院 代表胡锦涛总书记 代表温家宝总理 向他们转达了亲切的慰问 近期我们已经采取了 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 确保奥运的安全 他表示来自北京的专家小组 已抵达资博协助救援 必要时会将伤者 送往济南及北京一致 新华社报道 初步认定事故是列车超速所持 亚洲电视记者高度报道 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到访的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以及随行的台湾商界代表 双方将就马销的两岸政策 如何构建 稳固 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 等方面进行沟通 这是连战自05年 首次访问北京之后 第四次与胡锦涛会面 也是国民党迎回 台湾执政权后首次见面 连战将于明天离开北京 到访重庆和武汉等地 5月6号返回台北 早上连战在北京市长 郭金龙的陪同下 主持雕塑水秀的安放仪式 连战表示 国民党在八年后重夺政权 应该以开阔的心胸 逐步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 目标与共识 来看高路报道 连战在北京市长郭金龙的陪同下 在奥林匹克公园 为雕塑水秀主持安放仪式 水秀是连战两年前 赠送给胡锦涛的礼物 胡锦涛建议将作品放大到7米高 作为北京奥运的建筑雕塑 连战说 水秀能够纪念国共交流 象征两岸和平 也连接着两岸的感情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 两岸要共同完成和平发展的目标 是要有一种很开阔的一种心胸 来实现我们 大家共同的一个总的方向 总的目标 那就是和平发展 逐步的来完成 两党对于两岸未来规划的 所谓五点的愿景和共识 郭金龙表示 奥运一直获得台湾民众的支持 北京会加倍努力筹备奥运 另外连站在会见 北京市委书记刘骑时表示 相信北京能够成功的举办奥运 也希望台湾运动员 能在乒乓球 棒球和跆拳斗等项目中 取得好成绩 亚洲电视记者高楼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第11次拒绝受理 台湾的总统陈水扁 提出的加入世卫的申请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表示 是北京幕后主导 令世卫拒绝接纳台湾的申请 印尼的一批持枪歹徒 劫持五名中国技术人员 勒索大约十万美金的赎金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证实 上个星期六晚上 亚齐省南部一个矿场的 七名中国员工和一名印尼人 被持枪劫匪 抢劫 随后两名中国人和一名印尼人被释放 并要求他们筹集十万美金赎金 换取其余五人的释放 中国大使馆已与印尼当局交涉 警方正与匪徒谈判 要求释放人质